比亞迪由六十幾七十元升上來 到現在二百四十元 拿著的story和之前升上來的時間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的心態就是 為甚麼要這麼急去買 所以你問我這些股份 我就是講短線 我們自己看調整周 理所當然的 當然說苦連這樣升上來 是很吸引的 但跟之前說的大市的道理一樣 它不彈 每個人都等二百元才買 所以你說現在彈上來的時候 你可以買 但是用二百三十元做止施位 一穿又是走一個浪底 雨浪的格局 所以這一刻比亞迪的策略就是短線 你就駁去見底 但大前提站在二百三十元樓上 而二百三十元之前穿過 純粹都是安全起見 定一個止施位 按道理上 你畫下降軌 現在還未升穿 通常是升穿下降軌 才確認跌勢 有機會初步存定 而這些車股 很有趣的 大家就是看公佈銷售數據之後 之後就說升稿 但其實不關事 在一年二十九那段時間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 剛剛做完節目的夜晚 那個美股時間 所有造車的新勢力 所有很多電動車 美股相關增長的類型股份 夾蛋倉 反彈得很厲害 那些銷售數據 其實是之後才會公佈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在星期五那邊 上個禮拜五 星期五的時間 放延價回來 好像銷售數據出來之後 升得很厲害 但我其他節目都說過很多次 不關事 純粹就是氣氛好 夾上來 所以這些股份 現在處於一個什麼階段 跌了很多 做回技術反彈而已 少許的空間一定有的 但這些位置我覺得不值得 240元買了 可能買到250元 250元升不穿 又可能會對回去 10元薄10元 薄率好一半 你真的很鍾情 你要試的 我不阻礙 但是記得230元 就訂一個指示位給自己 你問我比較好的時機 可能就是200元的水平去吸納 我覺得才比較合理 好 留意著 你覺得去到200元 才是一個比較安全的水平去買 因為問題是 你分著買比較多 這些位置我真的不知道要分多少 才開始去買 純粹別人真的升得多 所以才開始回調 其實這些股份 你想想綠色能源 就是說過去一年 常提及到什麼大唐新能源 其實那個道理都是一樣 各策扶持 場面發展一定OK 別人玩到2060年 但是2060年是不是60年 都是繼續這樣升上去 不是的 中間總會有些短線時間 做個調整 做震創 簡單一點 股民最喜歡說的 挖韭菜行為 現在就開始在做 所以你講這些情況 短線就不是突然投放新資金進去的良好時機 但是你在做長遠 你做長線部署上面 譬如你有很大筆資金 你現在說選擇要投資買給阿迪這些 我覺得是沒有壞的 但是真的在講長線 起碼是三五七年 所以短線來講 我覺得總是看業績 就是說你業績上面 其實營起有很多都發了 或者大約都知道的 但是問題是說的 我也是擔心在今年第一季 或者第二季內地的補貼政策 會不會變 當經濟下行的時候 新能源政策就變得很不穩陣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所以我會這樣說 中長線是好的 但是短線這些位置就以炒為主 這個道理好像跟美股一樣